這指等於零的時候呢,他告訴你什麼 U不是畢類行數 所以U就只能是七排數 就只能證 數學上的證明等於實驗上的證明 兩者完全能加 這是交流平常的實驗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那麼在理論上來說,那理論上還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理論實驗現在兩個人面去了 那純理論,你慢慢去得到相同的結果 來看一下 理論上來做 Q的U加P的B 對不對 那這個式子呢,我們前面有推導過 他開始等了,P-U,P-T,P-T加 P-U,P-T,P-T加 P-U,P-T加P-B,對不對 這是把U從維基分的式子塞到裡頭去 就等到這一下 好,那這整個什麼式子呢? 我們從理論上來說 可以怎麼處理呢? 假設這個 這個過程,他對任何人的肯定文都成立的話 那這整個這個式子 應該在所有的肯定文都成立 那這整個式子呢 我們怎麼去證明說 怎麼去證明說 你U不是B的函數 這時候你就要做 一點處理 我們在前面有講到一件事情 一個函數 如果是一個陰影子類的函數 比如說BQ 它是一個陰影子類的函數的話 它上來的數會加一個大 對不對 那一個陰影子類的函數怎麼去把 這個陰影子類的函數呢 你要乘上一個乘數因子 你記得嗎? 我忘記要回去翻 我們可以把陰影子類的函數 這個式子缺點把它乘出一次 這一頭呢 我們找到它的載出一次 T分之一 所以這整個式子呢 我們把它都同載一個T分之一 承了之後呢 它就可以從BDZ BDZ 因為就是BDZ的變數嘛 因為它的系統很值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處理T BDZ 就等於這邊T分之一嘛 對不對 這樣子 再加T分之一的後面這個東西 這是第一步 這是第一步 好 那做成這樣有什麼用處呢 如果有一個函數是Exact 它就必須要增送一些規則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用到 先記錄 把它乘上DMT 就變成Exact的一個函數 因為這是BZDF 那T分之一 乘上DMT 那這邊呢 全部都處理T分之一 兩個都要高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就跟這個H2O一個類型 這個T分之Q 其實就是BZ 那這一邊BDT 跟這一邊的BD 其實就是什麼 MX跟MY 那如果這整個式子 是Exact的French的話 我後面的 我前面的這個式子 才記得吧 這個東西 對 這一個 微分音質去微的話 會等於這一個東西 對前面的這一個微分音質去微 所以Pascial M 就是M Pascial M Pascial Y 會等於Pascial N 就是這個東西 對前面的微分音質去微 好 好 所以這叫M 這叫N 因此呢 我們把M對於B為分 所以 這個M是這類的東西 對不對 對這個東西 對什麼為分 對B為分 就是Pascial T分之一 應該要等於什麼 後面的東西 T分之一 Pascial U Pascial N加P 對不對 現在去對什麼為分 對T為分 對吧 Pascial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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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cial X 這兩個要形成 它才是一正函數 它很不像 它那不是一正函數 好 那這兩個微分 來比比看 把它展開 把這個東西微分 就是 什麼 什麼為 Pascial V Pascial T分之一 那 這個微分 就沒有 因為T跟B 彼此是變數嘛 所以 對T分之一為無限 對不對 那我剩下什麼 T分之一 Pascial U Pascial T Pascial V 前面微分剩下這一下 後面的微分呢 T分之一 跟T 微微分剩下 Fu的T分之一 後面照抄 對不對 加上什麼呢 T分之一 T分之一 後面這兩項 Pascial V Pascial V Pascial T 然後後面這項呢 是T分之一 Pascial T Pascial T 好啦 那這兩個 看一下 這一個 跟這一個 是不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兩個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消掉 然後呢 這一個T分之一 這個T分之一 接下來的T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分之一 Pascial U Pascial V 精神啊 Pascial T Pascial V 把整理一下 好 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要想一下 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對響器來說 Pascial V T等於RT分之一 RT分之一 RT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P 這個Pascial V Pascial T 用理想器 T等於RT分之一 帶進去 你把它帶進去 去圍觀的時候呢 會變什麼呢 這個帶進去這裡頭啊 Pascial U Pascial V T 乘上什麼呢 Pascial P RT分之一 P 這個東西 再減P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的圍 都會給什麼 P跟T就消掉 是不是 P跟T就消掉 所以剩下什麼呢 R 除以V嘛 對不對 那這個RF 就是RT 除以V-P 那這個什麼 這不就搞成P嗎 就是P-P就給P 所以呢 我們從 數學上 得到一件什麼事情 Pascial V Pascial V 這個A 直接有 你可以沒人 去圍圍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知道 U 不是V的 數 U 不是V的 數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功勞不能全都 時間做完嘛 對不對 時間很簡單的 做一個時間告訴你 他數字也是長這樣子嘛 那做理論 當然你要 有一點貢獻 對不對 比如說 純數學 得到跟實驗 完全一模一樣的結果 他的純數學 你都選過 對不對 就是怎麼樣 從你負責 一直在看他媽媽來接 對不對 所以我發現自己有張力 都不許要錢 那一個人 對不對 蛤 有沒有 其實兩個是很像的啊 對不對 實驗就是說 我看到碎士到那邊 我不會做了 怎麼辦 我直接做個實驗嘛 對不對 再看是不是就是 跟這碎士長一模一樣啊 那 這個 也有可能想到 哇 我是在浩瓦子弄手對不對 那你有什麼數學公司 可以拿來做做看嗎 欸 就給他湊出來 就美麗了對不對 對不對 哦 所以其實 但是從你負責要起初生的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在寫實體啊 其實就是怎麼樣 解問題啊 對不對 解理都問題嘛 是不是 哦 那實驗呢 就是把你寫出來的 最初始的方程式 去做實驗了 哦 兩者都要加一個結果 哦 OK 沒有問題啊 好 那我們來很快來講一下 教我幹嘛生死驗 哦 剛剛我們解決 U內容的問題 哦 那這實驗其實也很漂亮 也很棒 這個實驗呢 他要解決韓的問題 Answer的問題 韓是U加PV嘛 對不對 那你怎麼去解決 這個U加PV的問題呢 所以教我幫我生實驗呢 是一個 所謂的節流法過程實驗 什麼叫節流法過程的實驗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我有個管子啊 我有管子 中間有多孔篩 那左邊有一個這個活篩 右邊有一個活篩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在左邊這邊衝了一些氣力進去 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壓力體積就是PY 好 好啦 那再做一件事情哦 因為這多孔篩會透氣 所以我從左邊 把這個活篩往內壓 當我壓到底的時候 氣力是不是就從這個多孔篩 跑過去了 對不對 這個過程就是節流法過程 就好像那個噴嘴啊 有沒有 噴嘴啊 或是針筒 看過針筒吧 打針其實是某種程度的節流法過程 知道嗎 打針啊 有打過針吧 有沒有 有沒有請護士姐姐幫你打針 有沒有 有嗎 蛤 有沒有 蛤 這個 這個 這個根據經驗喔 千萬不要找漂亮的護士姐姐對不對 新手 蛤 因為 技術不好嘛對不對 蛤 不要找 熟女 蛤 熟女是不是 蛤 找阿嬤比較厲害對不對 經驗多嘛對不對 老實要這樣年輕就不自己的承 容易就是手上都是針筒嘛對不對 蛤 蛤 蛤 打針就是一個節流法過程啦 蛤 這是你頭是硬子啦 所以這樣解釋就容易清楚了吧 那個針筒就是縮頭塞 我在壓過去之後 你的氣體會變成一度五度幾度嘛 是不是 蛤 那這樣不會有這樣節流法過程 蛤 所以呢 壓過去之後呢 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啦 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啦 我去量身起舌溫度跟後面的舌溫度 那到底有沒有這個有沒有差異 有沒有差異 那這個過程呢 我們先 因為時間不夠 講話 那我可以先想想看這件事情 一開始氣牛內能對不對 你壓過去之後 其實你做壓縮的動作 你是不是對氣牛做什麼事情 做勾嘛 對不對 做勾 所以他前後的體型不一樣 對不對 稍微有壓縮 氣體壓縮好不好 那個打針都不是壓縮 壓縮他在哪裡 好不好 進到你血管以後 又膨脹就死定了嘛 對不對 氣體壓就被壓縮 所以他顯然 體積有他的改變對不對 顯然體積有他的改變啊 所以呢 我壓過去之後呢 我的內能因為被作風了 所以呢 能量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什麼 內能的改變 第二個是什麼 體積的改變嘛 對不對 由這兩個途徑 造成氣體的變化 所以我這整個結流發過程 其實在討論什麼 U跟PV的變化 那是什麼樣的變化 是在討論海的變化 對不對 結流發過程 其實就是在討論 一個韓的變化 也就是說 一個等韓過程中 能量分成變 好吧 那一個時間不夠 今天先上到這邊 下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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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